出水 出水 民宅屋内烧的通红 消防队员赶来抢救 屋内杂物堆中发现屋主 他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紧急抢救出来送医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屋内一堆平平罐罐 淹没了地面 杂物堆得像一座小山 当时屋主就躺在杂物堆上 火是在屋内六平方公尺内 十分钟扑灭 起火原因有待调查鉴定 过门进去发现 那个屋内堆积了大量的通平 然后籽类 还有一些塑胶的东西 堆积在屋内 堆积非常非常多的那个飞气物 火灾发生在13号凌晨4点多 云林水林乡一间专造平房 死者是61岁的蔡姓男子 一个人独居 老房子屋外树下 还养了两只狗看家 左邻右舍和他互动不多 见面点头打招呼 因为狗很凶 平时也不太靠近他的处处 他都做荣工 本时他整个都要化 灵居说屋主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 老婆在安养院 平时一个人独来独往 有听他家人说过 他爱喝酒 喝完了空瓶子随手丢 但是都丢在屋内 也不曾去看过 因为火灾曝光的屋内现场 犹如一片九平海 也让左邻右舍惊讶不已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平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